接著到2021年的第一題 今天我們會有2 to the power n 次 再乘8 to the power n 次 除64 to the power n 次 其實它全部都是跟2的次方有關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為2 to the power n 次 再乘8就是2 to the power n 次 所以就是2 to the power n 次 除64 to the power n 次 64就是2 to the power n 次 所以就會有2 to the power n 次 我們如果對著上面再做好一點 就會有2 to the power n 次 再乘2 to the power n 次 over 2 to the power n 次 同底相乘就指數相加 同底相除就指數相減 所以就會有2 to the power n 次 就會有2 to the power n 次 但答案全部都是in terms of 4 做我們的 base 所以我們就會寫作2 to the power n 次 再做2 to the power n 次 所以就會是4 to the power n 次 答案就會是boi OK 當然我們也可以代算數 例如我們把n 代算1的時候 我們把n 代算1的話 我們會寫出不同的答案 如果把n 代算1分會有4 16 這個就是1除64 1除128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對著題目 把n 代算1 看看會出到以下哪一個 我們就會有2乘200的3次 再除64 出來答案原來是16 所以我們就知道答案應該會是boi 那個了 你會不會同一個